那告訴大家,MVP是藍沙 因為藍沙呢,因為Copy傷害的關係,所以他做了最高輸出 Hello,大家好,我是雪糕仔 今次又回到無形少女 我們講這個慳事行動裡面的天際阻擊戰 天際阻擊戰呢,現在更新了一隻BOSS 這隻BOSS的特性是AOE傷害 而我打到114萬的高壓輸出 所以我特意分享這條影片,跟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另外呢,我的陣容告訴大家不是最厲害的 老實說,一山歸一山高,就是沒有最強,只有更強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會有更好的陣容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給我 在下方留言,然後我會做一個測試 那目前我這個陣容呢,我感覺上都比較高分 那陣容方面就是 趙雲、陽子和山崎 三個戰士做前排做輸出 輸出 輸出方面呢,就用諸葛亮和真戀 即是左下角 那他們兩個呢,都會增加前方的傷害 即是增加整隊的DBS傷害 那另外,修女藍莎呢 用她呢,是因為她可以Copy傷害 令到整體的輸出更加不大 而,告訴大家 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我究竟是不是手動呢? 當時,其實我告訴大家就是自動的 為什麼要自動呢? 因為我不需要手動 手動的話,如果你用狩獵者 或者一些爆發型大技的英雄呢 那你就可能要用手動 開藍莎招大技 之後再開其他輸出角色的大絕 但其實不需要啦 今次呢,只需要自動 因為她們的傷害其實持續一直輸出 都是那個傷害都不差的 所以我們只要自動的話 令到她盡快開大絕就最好 因為你手動的話 有時候會錯過了其他角色的大絕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跟我這個陣容去打的話 自動就OK了 那一陣間呢 我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角色的特性 以及這個 裝備啊 用什麼裝備 以及徽章 用什麼徽章去打的 那,好老實講 大家有時候看到山奇 突然走到中間呢 打一下 其實有時候 做一個 他一個擊飛的效果 是因為他的被動 因為他被動爆擊 又會有機會發到一個 叫控制兩秒 控制兩秒 其實這個是非常 即是我覺得打這個Boss 是非常之有用 那我一陣間就會去角色解說 那裡跟大家 詳細講一講 我們看看這裏 完了 對了,這裏完了 那告訴大家 MVP是藍沙 因為藍沙呢 他因為Copy傷害的關係 所以他做了最高輸出 如果大家問 上不上周遇呢 為什麼這個陣容可以上周遇 平A流 但我上周遇的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建議用藍沙這一隊 我們看一看 我所講的易大師山奇 那招技 他就是被動這招 攻擊30%機率 擊飛的敵人 控制兩秒 那這個就是剛才發動的 這個發動的次數 絕對會影響到 你那個分數 即是你打出的傷害 所以其實山奇這招 都非常之有用 另外 在另外的輔助方面 為什麼會選擇諸葛亮和真戀 因為諸葛亮 是額外提高24%爆擊傷害 那他跟爆擊有關 OK 諸葛亮是爆擊有關 而真戀也是 真戀是被譽為T0的角色 T0的一個輔助角色 其實他有他的原因 因為他除了 將爆擊率提高之外 還會令到他們 爆擊時有額外的吸血 所以會令到他們的續航力大大提高 即是索血契吸 那藍沙不用解釋 大家都知道 那主要的角色配搭就是這樣 那現在想講的就是這個 裝備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裝備要用什麼裝備 那我們由最高開始講的 藍沙 藍沙我們用攻擊套裝 攻擊套裝 攻擊套裝 我會配搭一些雜的裝備 主要是為了提高 內容 能力值 那另外 楊子 防禦套裝 配奧義套裝 來盡量打高壓輸出 趙雲 趙雲呢 就是用急救套裝 加生命套裝 會心套裝 那樣的 另外 山奇 山奇是會心套裝 配吸血套裝 因為山奇 打這個吸血效果會比較好 我估計山奇的血量是 生命是四十萬左右 防禦二萬多 我覺得他是比較低的 因為你看 趙雲是六十萬 山奇只有四十萬 所以我生奇 我放了補血給他 讓他 沒那麼容易死 你看 山奇的生命是比較低的 好啦 輔助方面 輔助都是兩個 一個是裝能量套裝 另一個是裝支援套裝 這個已經緊了 這個就是我以上的六個角色 六個角色 因為我們打這個天啟左擊戰 他呢 擺的角色是不是擺五個 而是擺六個 所以我們會有六個 那我們講了套裝方面呢 現在就講一講徽章 那麼 南山徽章呢 我就用了最高 即是加二十的抵擋一次磁死傷 其實這個呢 會跟這個諸葛亮的被動撞了 所以我從水裝他呢 是為了加二十 加二十 令到他的那個 生命加成和攻擊加成 最大化 因為南山是MVP 即是打到最高輸出 那另外 楊子 這個楊子 就是他的主角的階段 即是施魂大招之後 回復生命之後 並且在十秒內 攻擊速度提高 好 接著趙雲 趙雲呢 就是在受擊的時候 回能量 那就開多些帶 即是BOSS一打他呢 就會容易 獲得能量 就容易開帶 另外 山崎 山崎呢 我只不過是裝個加百 給他 是因為 我山崎呢 是沒有特別 即是我沒有其他章 我唯有只有用這個召喚物的章 這個其實沒有關係 我只不過是用一些 比較高加速 拿這個生命加成 和攻擊加成 好 另外 真戀 真戀 真戀又是佩戴了這個 抵擋一次致命傷害 觸發時獲得自身攻擊力的護盾 這個呢 因為我當時呢 誒 試陣的時候 上了諸葛亮未換 如果我建議大家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換掉 換什麼好呢 換其他高加的也好 不過我建議一下 建議大家有紙張可以換這個 紙張換這個 因為呢 這個紙張呢 它是佩戴自己的治療量 和護盾量會提高 即是 如果你裝了它的話 補血會比較多 剛才那個陣呢 因為我可能試陣 我忘了換 大家記得 這個陣會比較好 因為你穿了諸葛亮 不死章就 沒用了 除非你像我這些 有加20 我加20 純粹是拿一個 攻擊加成68% 都差很遠 接著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 就用回支援專屬章 支援專屬章 就是有一個 最大生命提高 以及 被人打的時候 會有18%回復生命值 以上是我 出陣角色的 裝備和徽章 其實大家老實說 如果徽章沒有橙色的話 其實用這個紫色章 都可以的 紫色章會輸出 放回輸出位 接著支援又放回支援 其實主要都是以高加數為主 加數越高 拿生命和攻擊加成越高 就越好 那 主要這隻BOSS 其實我打了不是很多次 那 測試的次數 真的非常有限 因為他每次的次數都有限 那我希望可以藉著這條影片 和大家交流 還有 可以希望 大家有什麼陣容更加好 或者更加好的建議 大家可以跟我說一聲 那我就會做多些測試 希望可以測試到更加高的傷害 給大家 可以打到更加高的分數 那希望大家一起去研究 就是 不會說這隻遊戲不跟其他PVP的遊戲 說我會很厲害的 我可以打到你生存不到的 不是的 這隻遊戲其實偏向少少單機 和大家有些通關遊戲 就是這個叫放置遊戲 其實是輕鬆OK的 想一下那些陣容怎樣擺 怎樣去通關 用什麼角色 相互相成 其實這個遊戲是非常好玩的 所以我可以相信 這個天啟追擊戰 那個分數打出來 是沒有去到最高位的 我覺得 只會有更高 就是只會有不同的配搭 或者出一些新的角色 我覺得只會大家會有更高 因為我們大家會不斷去研究 去想 如何去打這個BOSS 那我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更加好的建議 就立刻跟我說 我立刻去做一個修正和測試 好嗎 那多謝大家先 那我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給個Like 和Share 給有玩的朋友 那另外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幫幫忙按個訂閱 那這個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因為呢 訂閱 真的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是做這個遊戲的Youtuber 其實很辛苦 好老實說 而且更加上 我是講粵語的 就是我不是講國語 因為我國語很差 而且我本身是香港人 那我講粵語 我知道這個Market是很小的 但我希望大家多點 關注 訂閱 盡量給多點支持我 好嗎 好啦 那多謝大家先 那這條影片到這裏了 多謝了 拜拜 小明星